黑帮老大的女人朝三暮四 作为惩罚 老大就让她用水泥泡脚 阿木是个小混混 靠着自己的脸 和黑帮老大的情妇马里混在一起 这天她俩刚起来 老大就带人堵在门口 吓得阿木当场跳楼 可惜还是被抓住了 一顿暴打过后 老大决定先用水泥把他们凝固起来 情急之下 阿木谎称自己和传说中的杀手德拉是好友 老大一听对时来了兴趣 因为刚好有事要找德拉 给阿木五天期限 让她把人带来 这样就放她一马 时间转瞬即逝 已经是第三天了 但阿木依旧没有什么办法 这时小伙伴给了她一个提示 于是她假扮导演 找来了从小热爱演戏的村田 扮演杀手德拉 正是和老大见面的那天 阿木告诉村田 由于这场戏的特殊性 是实行远距离拍摄 没有剧本 一进房间就是自由发挥时间 村田一听兴趣就上来了 一屁股坐在老大的桌上 拿起一边的拆信刀 故作油腻地说 自己就是德拉 找她有什么事 阿木看着她的表演 以为会被搞砸 但老大被她凶恶的表情吓到 信以为真 说有人顾德拉要买她的命 但村田听见也没被唬住 以为是剧本上的要求 就自顾自地演了起来 拿起藏在身上的橡皮手枪 威胁老大手下的人放下手枪 然后就给自己加戏 跑到窗边跳了下去 黑帮被她的果敢吓到了 没想到下面有蹦传 这下场面有点尴尬 阿木想带村田走 但老大想和德拉谈谈 村田没多想 以为刚刚的戏NG了 于是又舔了一遍拆信刀 再重复刚刚的台词 老大被她吓到 怀疑自己的耳朵 随后 村田身上的手枪被搜出来 老大看着这橡皮手枪 佩服她的胆识 邀请她加入王派 但村田认为自己是个有原则的杀手 就拒绝了她的邀请 老大一看 她不打算顺从 就命令手下杀掉她 此时阿木冲出来大喊一声咔 拖走了村田 告诉她 如果不答应她的要求 你就要提前杀行李盒犯了 村田一听恍然大悟 又从头来了一遍舔拆信刀 老大无奈了 看她那么喜欢 干脆就送她了 后面的阿木悄悄提醒她快进 然后这才回到正体 答应了黑帮的邀请 老大的手下黑川 看不惯村田的做派 带着她去进行一次交易 只要她一有什么不对劲 就开枪杀了她 村田看到 又是自己的戏份 十分开心 为了让自己更上镜一点 先在车上打扮一番 还邀请了看她不顺眼的黑川乙气 到了现场 她认为自己的演技精湛又到位 于是就把箱内的枪卸下 提着空箱上阵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但对方打开箱子一看 什么也没有 以为这边耍炸 气得直接开枪 却打住了庄前的箱子 黑川一看散楼的钱是假的 以为村田早已看穿一切 佩服不已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这次村田立下了大功 老大很欣赏她 于是给她下达另一个任务 到医院刺杀知道帮派内幕的会计 村田一直以为是演戏 扛着摄像机拍摄 但她不知道 她手里拿的是真枪 刚想扣到扳机时 阿木及时赶来 喊下了咔 生怕晚一秒 村田的手上就沾上了鲜血 糊弄过村田后 阿木就把会计送到警察局 但没想到的是 老大和警察局长是认识的 交情还不浅 这下阿木 会计和村田都被抓了起来 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 阿木也隐瞒不下去了 把事情都告诉了村田 村田一度崩溃 就在水泥快干的时候 玛丽跑来解救了他们 然后选择自己留下 好有个交代 逃过一劫的村田本想离开 但阿木恳求她 再次用电影的方式救出玛丽 受到打击的村田拒绝了 但走前 在荧幕上看到摄像机留下的素材 她感动的流下了泪水 看到自己第一次做主角 认为阿木激发了她的演技 于是答应了她的要求 为此 她找来了许多在剧组的工作人员 那些都是她的朋友 而在这段时间里 老大的日子也不好过 她的帮派面临解散的危机 如果会计再把她的秘密说出去 那就是真的惨了 这样的状况 让她不得不答应阿木的要求 用马里去换会计 老大不知道的是 现场早已布置好一切 交易的时候 先把会计送走 然后剧组的人出场 打扮成黑势力 假装抓走马里 老大不知道是拍戏 一听马里被找麻烦 果断跳在马里面前 说现在的自己一无所有 可是对马里是真心实意的 想要带走马里 要先过她这关 马里一听备受感动 这就是自己在追求的爱情啊 俩人抱在一起 旁边的阿木都愣住了 女主角和大反派在一起了 这时 真正的德拉终于出来了 她拿着枪 想要杀掉冒充她的村田 然而刚刚没用上的道具 这时才派上了用场 村田逼真的演技 让德拉真的以为她有超能力 吓得落魂而逃 随着阿木的一声咔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 魔幻时刻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